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掌中还有其他众多辅助文献 各自代表着具体的含义 如事业线代表着人在事业方面的运势和成就 婚姻线则代表人的婚姻情况 成功线代表人的贵人运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不太常见的文献 也有着特别的寓意 如小将之鸡将来给将友们介绍的这六种掌文 就代表了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财富的多少 以及其人的聚财能力 一般拥有这六种掌文的人都是天生的大富翁 抓钱抓到手抽金 一 双鱼纹 一 什么是双鱼纹 所谓双鱼纹 也叫鱼形纹 是指在手掌中出现的半壶状的交叉纹 形状像一个鱼形 二 掌有双鱼纹的人命运如何 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掌文 有这种掌文的人往往能力过人 才华横溢 智慧超群 而且运气很好 一般都能成为成功人士 成功以后房子车子不在话下 是属于有名有利的人 一 双鱼纹出现在肯宫 正宫文采出众 双鱼纹出现在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出使 肯宫 正宫 是文昌星照命 预示此人文采出众 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 会获得很高的学历 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掌心红润 掌文细腻 那么这个人官运好 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踏上官职 男士的话可以娶一个高贵有钱的妻子 辅助他去达成他的官运财运 二 双鱼纹出现在坎宫有贵人相助 双鱼纹出现在坎宫称 坎鱼纹主意有贵人相助 做事情比较容易成功 有社会名气 受人尊重 婚姻关系也良好 一生富贵无比 三 双鱼纹出现在中宫名堂 人缘极佳 双鱼纹出现在生命线上 或者是掌心中宫位置 预示此人人缘极佳 又广泛的人脉 做事情总能找到助力 所以很容易成功 一生也是继富且贵 二 折贵纹 一 什么是折贵纹 折贵纹就是在手掌的下方 有一条从金星丘底部 写着延伸出来的线 贯穿几条由手掌底部和月丘 缓缓向上延伸的纵线 而形成的独特线型 古相学把它称之为折贵纹 二 长有折贵纹的人命运如何 折贵纹主容贵 拥有这种手纹的人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 在生活中容易遇到贵人的帮助 再加上自己也很努力 所以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事业成功 财运自然也跟着好 一 胜有折贵纹的人学识渊博 折贵纹代表一种特殊的才干渊博的学识 所覆盖的星丘也是学术研究 文化思维 意识灵性有关 因此 折贵纹多指 带天赋与名气 这个现行所在的位置 又是中国古相法所代表的前宫 前代表高贵的人 在奇门遁甲中前又是生门的位置 代表灵性 超脱与往生 所以这种纹路的人 天性与高贵的人有缘 容易受人赏识欢迎 登高折贵 一名惊人 往往具有比较传奇的经历 中国古代的纵横家 可能多出这种纹路 二 身有折贵纹的男人功成名就 男人手掌中身有折贵纹 是非常吉利的 是福泽深厚的表现 身有此文的男人 往往学富武车 才高八斗 才华横溢 必能在大考中夺得投名状元 有过人才干 工作步步高升 能收获功名利禄 才气和福分都不少 此外 在婚姻上 也能取得贤惠好妻子 既有稳定的事业 也有美满的家庭 可谓是事业 财运 婚姻俱佳 人生运势非常顺遂 三 燕正文 什么是燕正文 燕正文顾名思义 就是像大燕群飞的对裂一样 秋天来了 一群大燕往南飞 一会排成人字形 一会排成一字形 所以称之为燕正文 古书中对燕正文的图解有两种 第一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三条从生命线上 向上升起的并列线文 看起来很整齐 又有气势 另外一种是在事业线的末端 出现的人字形并列线文 也叫燕正文 二 长有燕正文的人命运如何 一 生有燕正文的人亦发达富贵 像书中说 朝牙文类燕排行 一旦功名姓诗阳 出入黄都为将相 归来待遇虚相 也就是说 燕正文形状像许多大燕并列在掌中央 人生有此文能发达富贵 必可进入朝迁辅佐君主 深爱君主器重 唯以重任 名声远扬 在现代来看 如果你拥有此类首相的话 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 生活富足 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 还能获得升职加薪 唯以重任 做出一番大事业 二 生有燕正文的人 品格优秀 长中生有燕正文的人 具有清贵气质 心职人厚 清廉善心 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 燕正文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 被信任的概念 大都只带名气 出现在首掌的不同位置 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倾向的领域 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 导师 思想家 科学家 艺术家 政治家 将军等等 但实际成功与否 并非一概而论 只是一种参考 也是古代量才而用 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 四 三奇文 一 什么是三奇文 三奇文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文 通常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太阳线 从中间开始分成的三条向上的线 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 可多方面发展事业 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 女性主干练持家 往复新家 如太阳线之支线 漏凤者 男性主先成后拜 女性主到老孤独 另一种是事业线 太阳线以及财运线 或者是健康线 集结在一起而成的 如果掌中有此文 其人会名利双收 具有事业潜能 很是了得 绝非凡品 其人的成功与著作 社交或口才有关 如作家 律师 教授等 三 掌有三奇文的人命运如何 一 掌中身有三奇文的人 才观双美 三奇文的三奇 究竟是指的哪三奇 民间传闻 一奇 为金玉良缘 婚姻和谐美满 二奇 未能遇到知己贵人 纵使危难当头 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 成功转运 三奇 便是横财加深 富贵吉祥 三奇文明显的人 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 他们要么就是成为 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不少便利的发明 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 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 此生要关有关 求财得财 二 掌中身有三奇文的人 经得起风浪 掌中身有三奇文的男人 放在古代就是宰相民 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 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 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他们敢于承担责任 经得起大风大浪 在大是大非面前 也保持自己的原则 最终会因努力不懈 不断进去而达到成功 五 美禄吻 一 什么是美禄吻 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吻 而且都是偏斜程 横吻状的三角吻 这些倾斜的形状 接近于三角形的手吻 就是美禄吻 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 坤宫或肯宫等区域 纹路清晰 深刻 象征着吉祥与富贵 二 长有美禄吻的人命运如何 一 掌中生有美禄吻的人 家境优越 掌中生美禄吻的人 通常家境优越 以生物质生活富足 衣食无忧 负责身后 很多方面都不需要 自己操太多的心 所到之处 自有人待为上兵 过得舒适自在 有一定的学习机会 见解非凡 长大能够带有作为 飞黄腾达 如果这种手吻 刚好和其他手向特征相配 今生的成就就会远远超越父辈 也是光宗耀祖了 二 掌中生有美禄吻的人 贵人运很好 掌中生有美禄吻的人 一生贵人运很好 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 也就是说 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 而获得好运 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 六 千金吻 一 什么是千金吻 千金吻的特征是 在手掌中有玉柱吻 事业险 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有此掌文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施 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人 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 就要看此文 二 掌有千金吻的人命运如何 一 掌中生有千金吻的人 一生想尽荣华富贵 掌中生有千金吻的人 衣食无忧 生活英食 一生想尽荣华富贵 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文 必能早年就发达 虔诚似锦 家中裁员滚滚 富甲一方 正所谓 人生若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 直上家 涉使少年人得此 虔诚富贵 有人夸 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充毁虔诚 二 掌中生有千金吻的人 前途不可估量 掌中有千金吻的人 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衣食无忧 生活英食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 未来财运会更加旺盛 从人的首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 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 还可以通过健康程度 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 那么如何通过首相 看出哪些人寿命长 哪些人寿命短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短命首相的特征 一生命线很短 首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 主要与我们生命力是相关的 跟身体健康 寿命长短 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生命线越短的人 生命力越差 健康运势不好 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 因此这样首相的人 特别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 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疾病 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 从小就是体弱多病 二生命线中间有缝隙 一般情况下 如果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 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 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 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了中断的情况 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 但是后面有连上了 那么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不好 命中多病 主其人 寿命不长 可能早逝 三生命线末端的新新闻 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新新闻 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 一般来说 这样的首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 比如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 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 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因此有这种首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 四生命线周围很多细小纹路 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 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 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即使长大成人 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 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 比如感冒发烧 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 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 给生命带来影响 很可能会英年早逝 5.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 首相中的健康线 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 如果你首相中的健康线下垂 且碰到了生命线 这样的首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 容易早逝短命 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 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 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 6.智慧线上有新闻 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 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 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新闻 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 因此拥有新闻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 他们应该注意养生 否则很可能会猝死 7.智慧线向下弯曲 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 还与人的思想 心灵 精神状态有关 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 他们不乐观 而是悲观和沮丧的 因此像这样首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 由此可见 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承受 8.手掌杂纹比较多 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 说明此人的烦心事比较多 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 这样的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 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繁心事 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 一旦心脏出现病变 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 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 也是短命的限征 2.长寿首相的特征 1.生命线清晰深长 生命线是人手掌三大主纹之一 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 健康状态 有无病难以及突发事故的部位 同时也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 可以说此文录在首相中 与一个人的生命力 身体健康 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 是息息相关的 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 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 体格强健 身体健康 不易患病 因此有这种生命线首相的人 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 生活美满 2.生命线无分支 对于生命线来说 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 首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 身体都比较好 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 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 比较少生病 身体会更加健康 他们积极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 3.手掌厚实饱满 在首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 也能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 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 一般来说 手掌饱满厚实 手背有肉 预示着有福气 财运好 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 健康运势很不错 远离疾病 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首相之一 4.贵人线交叉 贵人线又称姊妹线 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 与生命线互相平行的线 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成交叉状 文线深且清楚 代表有贵人运 往往事业有成 而且寿命也比较长 由此首相者会一生平顺 多子多孙 长寿喜乐 5.财运线没有断裂 财运线也叫水星线 是出于水星丘的短数线 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 也跟人的寿命有关 若是在首相中 水星线距离生命线 只有一点点 是一条直线 中间没有断裂 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 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 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首相 6.手掌色泽红润 有光泽 从个人面向的气色中 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同样从一个人的首相的气色中 也不难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的气色发黄 发白 没有血色 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 寿命不长 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 手掌血气充足 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 身体健康 7.掌心有志 从相学上来看 掌心的志主富贵 有这种志的人比较少见 掌心有志的人 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 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规划人生 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足路口 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 而且长命百岁 8.手腕线伸长 手腕线长而伸 形状整齐没有断痕 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 工作能力强 有一定的魅力 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 还能将生活过得有姿有味 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 也十分注重家庭 双方生活在一起 婚姻幸福美满 工作生活等无忧 同时还会注重养生 自然会更长寿 9.食肢与无名指一样长 食肢与无名指一样长 是典型的福相 拥有这种手相的人 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 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 都会走得一帆风顺 在爱情方面 亦是顺风顺水 在顺利的人生里 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 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 固而定能 福寿双全 以上就是关于手相 寿命长久的特征 不过人一直在时时刻刻 发生细微的变化 如果你是短命手 也不用太紧张 在平日多多激善 也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